互相之间有没有不为人知的外号 浩联有外号 oh my god 什么外号 潘狼啊 从龙圈那个时候 他们都叫我做潘狼 我们穿着那个绿色的卫衣 然后他在做那个时候 就是都是那种 他的脸又这么的 就是刚好就是潘狼的那种 像昆虫 因为之前浩联还有点肉肉的 所以像闪电的感觉 现在瘦了以后 这脸瘦下去以后就是像潘狼 我最想感谢的人是谁 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难 我觉得每个人我都想感谢 那我挑几个 我的感受最深的吧 第一个是轩哥 因为轩哥带我们 就一路这样的战争过来 然后一样就是很开心的 然后很快乐的 然后有时候就想胸就胸不起来的 就是这样子照顾我们 所以我觉得特别感谢轩哥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想要感谢的是颜熊 就是因为一开始刚进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好放不开这个班 你就是什么话都不敢讲 然后什么事情 我们敢做 直到遇到颜熊之后 才发现没有什么事情 是不能做什么话 不能讲什么事情 八位你觉得带成这样了 我没有把他带偏拔 这是他的另外一条路 谐新的路线吗 开玩笑 爆料一下每个人生活的小怪皮 啊 轩哥会抠那个手吧 我就凭着看到你抠手抠到伤了 对 焦虑的时候会抠手 啊就没睡干的时候你也是抠手 浩宇呢 就是在睡觉前会抖那个脚 哦对 就是抖的好厉害 就因为我对他吓 每次我在想睡觉的时候都会被你抖醒 会稍微抖一下 因为咬成一个习惯 就像有些人他会睡觉 是摸着他枕头能睡才能睡觉 啊 我像我睡觉的时候我就喜欢这样抖着脚 这样摇着脚才能睡着 暗色 冰卓其实也是每一天晚上都会去泡澡 不算怪皮吗 嗯 就是一种吧 好习惯 因为脚痛吗 嗯 是因为舒服吗 因为每天不是训练要很晚吗 然后脚会出很多汗 然后就一定要保持脚的干净 清洁 这个我得帮冰卓给澄清一下 这个确实可能不光是他脚的问题 还有一半问题怪袜子 冰卓换一家店买袜子了 哈哈哈 给你个链接 那个袜子 那家店的袜子真的质量太差了 那家店的袜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